嘿,大家好,歡迎回到Shard Adventure來 今天要跟大家繼續介紹的是Transformer Hunt 46 Septicon 裡面Voyage Class C Spray C Spray在很多老外的影片稱之它為Ray,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飛船HovercraftC Spray,所以有一個Spray的字眼在旁邊 所以很多老外人稱之它為Ray,這麼沒創意啊對不對,老蝦叫來點不一樣的 我們叫它雷吧,好,雷哥呢,在這邊則是呈現了一個Hoverboard 這一個,呃,水路兩用的一種,Hover這個中文叫什麼? 這個,反正到時候自然會有人留言,OK 而它呢,在這個交通工具的形態上面呢,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造型 而,但我在看很多老外的介紹的時候呢,很多人呢,會把後面這兩片這個,呃,東西呢,放反 什麼意思呢,就會,就是說他們呢,很多老外呢,會放這個樣子 OK,這個呢,應該說也是一個錯誤的這個擺法 真正的擺法呢,是應該,肩的部位呢,朝後面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 而另外一個,讓人家感到稍微可惜的就是 在它這個扇葉裡面呢,它是能夠去旋轉的 但是呢,它並不是斜面的,它是平面的 換句話說呢,你用嘴巴去吹氣的話呢,這個扇葉呢,是不能轉動的 這個呢,倒是讓人家感到稍微的可惜了一點啦 在這個船隻的身上呢,它兩邊呢,有著一個能夠發射武器的一個炮 但是呢,因為這個炮呢,也是一個可以離開這個搬離的東西 所以呢,這個子彈呢,如果沒有子彈的話,看起來不免奇怪 而我之前一再講過說,我非常不喜歡能夠發射的東西 所以呢,我現在有很多玩具的做法呢,就是 但是,子彈,我乾脆的用膠把它給黏死在裡面 換句話說呢,它現在已經呈現了一個不能發射的一個形態了 所以呢,這樣一來,第一,不怕弄丟 第二呢,也不怕說它突然射出來 這個在玩的時候,那個射到自己對不對 好,而在這個船隻的一個造型呢,你要的話可以把炮保留在上面 因為要的話呢,你一樣的也可以把它給拿開來 讓它呈現一個沒有武器的狀態的一個造型 不免的也是一個非常可愛,而且非常真實的一個造型 而它在這個船底下呢,有著這個小輪子 所以呢,它能夠稍微的滾動 而且能夠出來,滾動的算不差 還真的是不差,OK 它呢,搬到底部來看的話呢 就是一艘會沉船的一艘,欸,一個船 為什麼?因為它一起來是空空洞洞,OK 所以呢,如果說你真的把它放水上的話呢 肯定立刻沉下去,如同鐵達泥一樣,OK 它呢,這個後面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能夠裝載這個,其他交通工具的 而如果說我們真的要的話呢 我們可以擁有,比方說 Chromia,或是RC,在後面 Oroba,Bombobee,以及 Optimus Prime 所以呢,只要你有玩具是夠小的情況下呢 它都可以去把它放到後面去的 啊,順子一提啊 很多人呢,對我這一部,這個Optimus呢 感到非常有興趣 這個呢,就是當初我在介紹 呃,這個 Zither Jeff Byer的時候呢,所拿出來的那一部了 這個Optimus是一個不能變形的一個玩具 所以呢,它只是一個純卡車形式的一個造型 但是呢,卡車的造型呢 可以說是,呃,精準度非常好 而且你看,它滾動的也非常好 我幾乎都不用去動它,它自動會去動啦 它的賣點在哪裡呢? 如果是把它給立起來的話呢 底下呢,就一個Optimus Prime的一個造型呢 在底下 所以呢,這是一個小小的賣點 OK 所以呢,如果說,呃,之前有人留言給我 而我一直沒有回給你們的話呢 你們的答案呢,在這裡啦 它是一個不能變身的Optimus Prime 至於它的尺寸有多大呢 是的,我們可以請出,欸,已經出來了 OK 它的尺寸呢,就以長度來說的話呢 應該是比汽水罐還要再長一點點吧 看看 OK 比汽水罐還長出這麼多 但寬度來說的話呢 則是也是比汽水罐大概一樣啦 大概一樣 所以呢 是一個中等大小的一個Voyager Class的一個玩具啦 OK 而出此之外呢 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再去介紹 只能說它這個後面呢 可以把它扳平 但是不能往上 要不就是往下 OK 要不就是把它整個收起來 這是看個人啦 OK,所以後面呢 隨便你要是怎麼去動它吧 OK 那既然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來正式的介紹一下 它的一個變身過程吧 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事呢 是先把它的腳 也就是它前面的部位呢 先扳開來 在這個步驟呢 會稍微讓人家感到費神一點 因為它有時候呢 卡進去卡的算是蠻緊的 所以有些人會這邊扣扣扣弄弄弄弄弄半天對不對 其實呢 有一個稍微簡單的方式呢 也就是 在這個整個船底下呢 我們都知道說這個白色的是它腳 而這個旁邊呢是它腳跟的部位 你稍微在腳跟的地方呢 我稍微的推出來一下呢 它就能夠大概的把這個弄鬆了 這邊呢也是一樣 腳跟的地方呢 稍微拉一下 拉出來也沒關係 它不會掉下來 它不會掉下來 之後呢旁邊兩個就鬆掉了 OK 這個呢則是機器人 也就是說船前面機器人的部位 這個時候呢 一旦弄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腳呢 拉到旁邊來 推到旁邊去 腳呢把它給移下來 以及它整個胯下部位呢 可以把它推到 船頭駕駛上面 扣起來 OK 接著呢把腳的這個位置呢 調好 小腿的部位呢 把它轉180度 後面的腳跟 尤其是剛剛我 我在跟大家介紹那個 第一個步驟的地方呢 這時候呢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它的腳呢 就這麼簡單的結束了 OK 也可以說是非常有造型的一個腳 接下來呢 我們就專注在上半身了 接下來要做的是呢 這是把 這個 C Spray這個雷哥這個中間的部位呢 跟後面這個地方呢 把它給分開來 分開之後是 是這邊有個小扣子 所以你要稍微的 用45度小的地方把它拉開來 就是這個扣子吧 OK 另外一邊的做法呢 也是一樣的 拉下來之後呢 上面 再把它給拉開來 呈現出雷哥的這個臉在旁邊 肩膀的角度給它調好 手呢 也把它弄到對的角度來 暫時先這樣子好不好 OK 接著肩膀呢 這一片呢 儘管說說明書有講到 但是呢 很多人會漏掉 就是把它推到後面去 OK 接著呢 那只是它後面這一整片呢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 彎下來 不對應該說從中間呢 彎一半下來 不對應該說 後面這個 OK 後面剛剛這個呢 把它壓到最底部的地方 扣進去之後呢 兩邊把它彎下來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給 放下來 再往上折 而折的時候呢 注意點就是下面它是成一個 兩個Hinge的地方 所以呢 在下面這一片呢 必須要打平的 OK 合起來之後呢 裡面這個扣子 這裡 跟這裡才能夠 去扣在一起 怎麼樣 啊 看能不能把它給扣進去 儘管弄好了 但是有時候還是不是那麼好扣 再把它腳呢 這位置那個調好之後 手的位置給調好之後 我們可愛的 變身過程簡單的 Volive Class的 C Spray雷哥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麼簡單的變身完成了 喔 帥喔 它在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它全身四肢的比例呢 可以說是完完全全的 好像少了個東西 對不起 它手臂的後面這個地方呢 這時候把它給推進去 好 在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令人感到非常信心的是 它的四肢的比例呢 非常非常的正確 而它的活動關節呢 也沒有因此的受到限制 能動 能動的地方呢 幾乎都能動 只是說會被後面這個呢 擋到 OK 所以呢 手不能往後 設計上可以但是會擋到 手關節 二頭肌都可以 而且呢 在手指的地方呢 應該說手腕呢 稍微可以去轉彎一點點 腰部 對不起 不能動啦 腳呢 能夠動的地方也是不少 而它另外的 呃 非常好的地方呢 只是它腳板的地方呢 因為它腳板能夠裡外裡外的去動 所以呢 它可以讓你擺出一些 比較誇大的一些戰鬥姿勢都可以 甚至於它頭呢 整個左右之外呢 它還可以往上 呈現出一個 它在水裡面潛水的一個形態這樣子 這個樣子 OK 而 在潛水的時候呢 不免呢 就有出現到它另外一個賣點 就是它的 啊 挖斜 OK 從它腳底下呢 把這片挖斜板子呢 給摳出來 這邊也是一下 這個地方 OK 摳出來之後呢 它就有一個 挖人的一雙腳 或是 鴨子 的一個腳的一個 一個感覺 所以呢 它的游泳之後呢 它可以游很快 OK 因為它有這個 呃 水漆動物的這個 特徵跟優點 OK 所以呢 我們再把它的武器拿出來吧 這個武器呢 仍舊的你可以把它扣回到手的地方去 成為它這個 手臂後面的一個設計 要不就是呢 就是可以把它握在手上面去 所以這個真的是玩完全全看個人 基本上呢 我還是那句話 並不在乎說有沒有子彈 所以這兩個子彈 就算到時候弄丟的話呢 我也絕對不會感到心痛的 而整體而言呢 它並不算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Voyager Class的一個玩具 所以呢 並不會去讓我特別去建議它給任何想要收藏的朋友 這隻玩具呢 只是完完全全看個人有沒有興趣而做決定 所以呢 買不買看個人啦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Hunt for the Decepticon Voyager Class Seaspray